请上2020Census.gov完成普查 这节目是由Asian Cultural Alliance 他说自己原本没有计划在参议院发表演讲 只不过临时向参议员们说几句 但就是这次集席演讲 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这个篇幅并不长的演讲中 宋美龄首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美国飞行员杜利特上校 1942年4月率队风大日本后 数名飞行员在回航时降落在中国山区 获得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紧接着宋美龄说 他自己是在美国度过的青少年时代 他说的是诸位说的语言 不但内心说的是这种语言 口头表达也是这种语言 因此看见参议员们 就像见到自己的家人一样 宋美龄的这些画 收获了极其热烈的现场效果 在场的参议员们纷纷起立 掌声今久不细 1942年11月到1943年7月 肩负特殊使命的宋美龄 出访美国 处在战略相识阶段的中国 急需国际援助 中国人独立抗日的坚信 通过宋美龄的讲述 让整个西方世界所熟悉 宋美龄的美国之行 有怎样的收获呢 除了寻求美国的物质援助 宋美龄访美还在争取什么 相比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宋美龄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稿 则是经过宋美龄多达七八次的修改 甚至为宋美龄打字的白宫工作人员一度都有些抱怨 宋美龄心里清楚 这次演讲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因为它不仅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 也将所有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看法 更要紧的是 它必须把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生动地制造为美国国会和美国民众 以唤起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同情 直至落实为更进一步的支持行动 那么在这次成功塑造了她个人形象和声望 堪称宋美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里 宋美龄究竟讲了些什么 精雕细琢的演讲稿 刘畅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 加上充满个性的演绎 让宋美龄的演讲在美国众议院收复了满堂彩 你,as representati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before you the glorious opportunity of carrying on the pioneer work of your ancestors beyond the frontiers of physical and 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you have today before you the immeasurably greater opportunity 去导致这些同意义 和帮助带来解决 人的灵魂的灵魂 在每个地方的世界上 我可以争取你 中国是勇敢和准备 与你和你 和其他人 与你建设一个真正的 最终的基础 这一刻金银远律师厅大发出了精紫故事的掌声 孙美龄演讲的内容迷人的个人魅力和风采 感染了在场的众议员们 也让她的这次演讲成为美国国会演讲舞台上的一次经典 很快美国普通民众通过无线电广播 收听到了孙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 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心中的温情和热血被再次唤起 再次之前早在中国抗战初期的193708月 日军轰炸上海的凄惨画面就已经通过美国杂志震撼了亿万美国民众 尤其是其中的一张照片 哭嚎的幼儿坐在被轰炸后的铁轨上 幻想了人们对战争与人性的深深思索 宋美龄的演讲很快收获了美国民众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赞赏 每天都有数百灯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到白宫 收件人是宋美龄 一位住在新泽西州的家庭主妇寄了一张三块钱的汇票 和一张上海难童在火车站哭泣的简报到白宫 要求带转给宋美龄 这位普通的美国家庭主妇说 三块钱的汇票是我的三个女儿 和送给那位在火车站哭泣的哭泣的想旁怒的 与受到感染的美国民众一样 罗斯福总统也公开表示 将加快军援中国的速度 甚至连对中国一向严苛的美国媒体 态度也发生了悄然转变 宋美龄的美国之行 引起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强烈关注 在1943年的3月1日出版的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上 宋美龄第二次成为封面人物 不同于上一次 1931年10月26日 宋美龄与丈夫蒋介石一起 登上的周刊封面 这一次封面上的宋美龄是绝对的主角 在随后的美国之旅中 宋美龄先后到纽约 波士顿 芝加哥 旧金山 洛杉矶等地 所到之处常常有上万的集会 他频频发表主题演讲 或者出席宴会和记者招待会 在美国社会牵制了一阵中国旋风 我们要我们的愿意是有家序的 我们两个应当有共同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单是为自己而抗责 我们为世界的人类而抗责 使得各个的人民可以得到真正自由 就是我们要大家有共同的行动 不但是在抗责的时候 大家是要合作 抗责以后能够使得世界的人民 大家真正的永远的努力 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 得到了进一步的响应 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1943年6月 在美国停留了七个多月之后 宋美龄开始准备回国的事宜 回国之前 她专程到白宫向罗斯福夫妇辞行 这次与罗斯福的会谈 就战后中国和亚洲问题 取得了不少共识 巩固了与美国的亲密关系 为后来的开罗会议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临行之际 罗斯福问到了中国最关心的援助问题 宋美龄究竟会向罗斯福总统 提出怎样的援助要求呢 在宋美龄访美之前 她的哥哥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 曾于1940年6月 受蒋介石委派向美国方面 争取500架飞机支援中国 美国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说这比要500颗星星还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两年之后 宋美龄出马 美国不仅答应为中国援助 几百架飞机 每月还要向中国空运 近万吨物资支援抗战 先后两次截然不同的结果 背后的决定因素 除了战争军事的发展 宋美龄在外交领域的风采 也是值得称当的一个原因 1943年的美国之喜 让整个美国熟悉了 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 蒋介石去世之后 宋美龄选择在美国 度过自己最后的人生时光 2003年11月 宋美龄在美国纽约去世 享年106岁 这位百岁老人一生跨越三个世纪 他的辞世引起海峡两岸 乃至世界的高度关注 人们没有忘记 他的美国之行 给中国抗战所做出的贵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博士论文可能拥有博士学位吗 学位是真的 讲不了 有学位就是一定有论文 所以这个也讲不了 这个事件的主角 是台湾的现任总统 这件事情发生在英国的 伦敦正经学院 对病人惊喜的一个方式论文开心 对他们的决定就有弊的评论 48万英镑匿名捐款 揭开了黑暗的论文门 有你们有听到这个研究部门公司的办公室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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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认为我们有台湾的办公室 因为它只是在网络网上 但是没有 揭露真相的三位大学教授 却被司法追杀 是采取法律行动 在被夺相关文件之后 提起高手 东方版的水门案 真实在台湾上面 林教授到LSE的时候 不准copy 不准照相 不准影印 这个是一定的 当然不是我的一定的 因为他不是比高手 不会是吧 追踪一点 拖破坑木 正经关不了 邀请您一起追真相 请问您知道复联会这个单位吗 有听过可是具体做什么不太清楚 有听过 有听过吗 没有很了解 电视上有看过 有大概看过 有听过 有听过 对对对 有听过这个协会 对 那就您知道您认为复联会是做什么的单位 就是他的一个字面上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为了我们妇女的一个权益 跟他的一个就是主张 可能就是关于女性团体吧 去其做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 这不是就是做跟就是比如说妇女工作啊 或什么方面相关的议题的东西吗 是 争取妇女权益这些方面吧 对 我们在民国八十年就是一九九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当时政府为残障福利 付了很大的心力 可是呢在这些里面大部分都是肢体残障 或者是智力残障的工作 而比较少听障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政府 还没有大规模做的这个工作 我们就参与了 那这么多年来 我们帮助的孩子的家庭 大概将近一万 妇联会跟国民党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有的 你认为是有关系 对因为好像就是我有听说讲 以前的讲夫人讲松美龄 好像就是妇联会的一个 就是跟他有一些远远的关系 我觉得或多或少有一些吧 可能他们要申请一些经费啊 然后政府也会给一些补助 对 但我觉得他本身应该还是一个非引力性的组织 有关系吗 应该都有关系吧 你认为有是吗 我认为都有 对对对 那你认为互联会的财产就是国民党的党产吗 我觉得应该都是党产 他一开始第一位好像就是国民党的 然后现在都这几位都是国民党的吧 那事实上每个人参加组织 都是可以参加很多的 不能说讲创办人是讲中正总统的夫人 就说国民党控制了妇联会 妇联会造成我们一般大众一知半解 有个神秘面纱的原因是什么 宣传不够力 媒体新闻比较少发布这样子的资讯嘛 就应该公开一下他的工作的内容吧 就是比如他为妇女争取一些什么权益啊 他做些什么事情 让社会大众知道 我觉得他们宣传的不太多 我觉得他可以多多去宣传一下 然后宣传说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然后他们的宗旨之类的 这位就是雷倩主委 有没有影响他 没有 好像有 好像有 好像有看过 他现在是中华民国复联会的主委 然后他现在就在你们的左手边 对 哈哈哈 哇 太棒了 觉得怎么样 Fly線看不出来 完全乱不出来 不是 十二十三 待会您的任务 好 哈哈 我们现在要在互联会里面 在同人之间测试这一次的变装成不成功 可不可以到街头去听真实的声音 那你觉得雷倩主委的优势 优点是什么 通道很清楚 执行力比较强 清明 那你觉得他的缺点是什么 我们自己要努力跟着他的脚步 因为他冲得很快 他太快了 跟不上 那那个 鳳嫂 您觉得 牌子 哈哈哈 我是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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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表情好快 主委可以让你们更清楚是吗 对啊 就是 那主委那麻烦你要讲清楚啊 哈哈 可能就是要跟我一样可能要减肥吧 哦 是哦 嗯 那 那 那个 嗯 主委 哈哈哈哈 你這樣 那如果今天Joanna在這邊的話 你們會 我會跟她講一樣的 跟她講一樣的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好 那那個 蹦桑 那你 蹦桑 上班 今天我聽完的感想真的很深 因為他們講的是我 兩年前走進 複聯會的那一刻的真實感覺 就是我走進一個 非常有歷史感 很莊嚴的美齡樓 但是卻沒有很多的活力 也沒有跟現在的話講說 接地氣的那些活動 那這些年輕的朋友 或者是年老的朋友 他們都有一致的感覺 就是我知道 她可能是個還不錯的組織 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 她是一個什麼組織 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我希望她多講一點 讓我們更知道她在做什麼 以外 還有一點是 我希望她將來 能夠做更多的事 我覺得他們跟我們一樣 認知到台灣的社會 現在有一個需要 那這個需要呢 是複聯會可以扮演的一個角色 那他們大家都對我們複聯會 或者是就算她不知道複聯會 她對一個像複聯會這樣的組織 是有期待的 所以我回來感覺覺得有更深刻的一種責任感 他們都希望她的國家越來越好 她的機會越來越多 那她有能力的話 去可以幫助社會弱勢的人 而社會弱勢的人 需要有一個組織 用平台的力量去拉他們一把 這是我聽到的 社會弗聯會未來的使命 那我也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歌曲 李宗盛 春花婦女 四海同情 心連心 萬萬付老距離 收千手 復殘寫有 祝吟 吉江 黃 胡辱 虛悲 青山 娛水 我也兩天 這是我們 美麗的 家人 中華迷惑 我們 請 愛祢 中华复远远远永远 中华复远思爱空情 新年新宛怀苦老军迷 手牵手不再卸永主义 西江湾不让去陪 青山与水我也两天 这是我们美丽的家园 中华民国我们尽爱你 中华复远远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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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复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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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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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家都知道 复联会是蒋夫人用母亲的心肠 所建立的组织 让我们一起想想 在风雨飘摇的时候 那些母亲如此的伟大 谢谢大家 民国39年在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蒋夫人看到了国家社会的需要 用妇女的力量来解决当时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 所以成立了复联会 一开头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安顿大量的流离失所的 跟着政府一起到台湾来的军民 所以我们一开头做的事情呢 就是建立军宅 我们叫做军宅 后来台湾有一段时间 我小的时候 小儿麻痹是非常的流行 很多的孩子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站得起来 他的脊椎受到破坏 在地上爬行 所以蒋夫人利用他个人的社会影响力 以及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 带了很多的医生到台湾来 帮助战士们去换一只野帮 这些小儿麻痹的孩子开刀 复健 最后就是大家现在知道的振兴医院 我时常用战争与和平 来形容这两段不同的阶段 跟不同的角色 前面是战争时期跟战争后期 怎么样去安定国家社会 那在和平的时期呢 台湾的社会有各种新的需求 譬如说过去十几年来 台湾有很多听损儿童 他们的听损的状态 没有专业的帮助 所以复联会就做了 专门的听障基金会 有很多的社会需求 没有办法由政府 或者是企业来处理 所以复联会用自己的基金呢 去支持其他的社会团体 进行公益 也就是在这一段和平的时期 我们建学校 建清损中心 建社区中心 也用我们地区的 各个地方的分会呢 很积极 很具体的 做社会服务的工作 提供家庭有困难的孩子 譬如说他们的就学补助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 所以战争时期的复联会有它的角色 成平时期的复联会就把那个原来的角色 转为对一般社会的服务 那到现在为止呢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服务组织 我们是很注重年轻人的教育的 因此我们帮助国中国小的学生 营养午餐 然后有帮助他们 国中跟高中生的就学补助金 还有大学生的奖学金 以及出国的奖学金 这个我们通通都是有做的 那除了这些年轻人之外 我们也做老人的工作 我们帮助很多的老人的团体 同时我们也帮了红十字会 做老人的安养照顾员的训练 支持了很多年 那我们也帮助妇女团体 做很多很多的妇女的陪力的训练 因此在国际上重要的妇女团体 例如说世界女青年会 国际从她设 例如说国际妇女理事会 亚洲妇女协会 都有我们的参与 而且都是被选为重要的职员 长期以来呢 这个妇联会呢 都一直对红十字会的工作 非常的认同 而且长期提供支持 每次化身大灾难的时候呢 妇联会都会提供我们的援助 让我们可以去做这些人道工作 那像说南亚海啸 汶川大地震 巴巴莫拉克风灾 还有这个高雄气暴 还有尼泊尔地震 还有最近 也就是去年的花莲大地震 最近这几年 我们心里面觉得 有很大的贡献呢 就是我们支持的听障的工作 听障孩子的工作 孩子们呢 到我们这边来学习以后 有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跟我们说 我妈妈说我现在话太多了 因此我们很高兴 我们对这些孩子有帮助 党产会已经用三把飞刀来追杀复联会 第一个是定我们为附水组织 第二是认我们99.3的财产为不当取得财产 第三它下面要移转 这三把飞刀我们都在法院跟他们全力攻防 那关于双方攻防的重点呢 党产会它的主张 就是说你曾经在人事经费跟你的业务上 被国民党控制 因此你就是它的附水组织 可是这三个论点事实上都是错的 大家都说为什么党产会可以这样对待你们 因为党产会是立法院立的党产条例底下 给的一个权力机关 在党产会自己写的认定书里面 是因为我们是蒋夫人所创立的组织 蒋夫人是蒋中正的太太 蒋中正是国民党的要员 因此复联会成为国民党的附水组织 那事实上每个人参加组织 都是可以参加很多的 这一点我们在听证会上 也跟党产会有相当多的功法 不能说创办人是蒋中正总统的夫人 就说国民党控制了复联会 这完全违背了整个宪法 在民主法治社会 对一个宪法的基本保障 这是绝对是错的 这个党产会这个行政机关 其实它是一个宪法上的一个怪兽 一个人他可以兼具法官跟法律 所有的职责 所有的权利都在一身 直接就可以认定 第一个你是所谓的政党 或者是所谓的政党的附水组织 第二个不管你买到这些财产的时间 有多长多久 也不分这些物品的种类 是什么样的种类 他直接认定他是不当财产 就可以不管任何的法律规定 全部没收 全部收归国有 今天复联会跟党产会 在进行这个行政诉讼 在进行大法官会议解释的 这个宪法诉讼程序里面 党产会竟然可以透过审查 复联会委托律师的律师费用的方式 甚至是否准复联会申请 动支律师费用的方式 来打击跟限制复联会 所委任的律师 有这样一个求议员兼裁判 甚至是把对手的手 绑起来的方式来进行诉讼的方式吗 党产会对于复联会呢 是不合理 不合法 不合宪 三者都不合 首先 宪法保障大家的财物财产自由 那怎么可以因为我扣了一个帽子在你头上 说你是国民党的附罪组织 然后我用认定的方式 认定你全部的财产都是不当取得 然后就大而化之 堂而皇之地说 你全部的财产要移转归为我所有呢 真的 复联会在长期以来 因为他们都在做公益的事情 完全没有想到 有人用政治的手段要来对付他 所以老实说 在当时我所看到的感觉 是复联会的上上下下都觉得 这样的一个政治打击 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复联会从创办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那现在我们觉得很艰难 是因为我们被党产会如此的认定 说我们是付税组织 认为我们的财产是不当取得 党产会的论点说 因为国民党的关系 拿了烙军捐款 所以你就被他控制了 事实上呢 烙军捐款有他时代的背景 六十多年前 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情况 是人人都认为 必须保护住台湾这个民族的基地 因此大家愿意捐款 你在六十年之后 忽然说当年是不乐之捐 证据何在 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听证会 党产会也始终提不出任何的证据 互联会所有的慈善工作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相信 蒋夫人的人格的人 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呢 想应他的号召捐钱给他 从在大陆在八年抗战的后期 以及在美国的很多的教会 对于战后残破的中国 有一点负担的 他们所捐的这些慈善基金 也包括了刚刚到台湾来以后 要去兴建军舰住宅跟烙军 那蒋夫人就呼吁全国的 不同的工商团体来捐款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就是蒋夫人他去呼吁社会 拿出大家的力量 来帮助国家渡过难关 那这笔启动基金 尤其是在海外的部分 我们有当年广东银行的 汇款的一个记录 所以虽然我们有170箱的资料 都被销毁了 但是上帝留了这么一张汇款的记录给我们 我们也用此说服了党产会 他相信我们在海外 就是广东银行的这些资金呢 跟台湾所谓他们认为不当取得财产 毫无关系 这是目前留给复联会的一条生命线 上帝留了这么大的一笔财产 留在复联会的手上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他们好好的分配 交在真正能够在第一线 帮助台湾社会的那些有能力的人 有爱心的团体 跟有时机的社会福利机构手上 这是我们的心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誓死了 一定要保护这个财产 不能让港产会把它转移成为 什么叫做转型正义啊 或者是其他的政治使用 慈善恩惠 这些是复联会的基本DNA 我们得把这笔财产用在词汇工作上 任何人走进复联会都会深深地为他所代表的历史记录 以及加国感情而感到震惊 甚至会受到感动 因为原来的复联会真的好大好大 我其实作为复联会的主委 看到这些记录爬梳一笔一笔的账的时候 心里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那个复联会非常大 就是当国家有难 他们不把自己的角色局限在妇女 甚至时常人家说他们是官夫人 他们不是 他们就是一起来承担 国家有难的时候 国家社会的需要 现在的复联会 不但要做还要说 我们得要让台湾的社会知道 这一笔复联会所要保存的财产 不是为了复联会自己 而是他希望用在我们所需要的地方 包括我们国家需要做的长照 我们年轻人要发展他们未来 所要做的像maker中心 我们要服役妇女领袖 我们要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更为平等 更为和谐 然后没有一个人会被left behind 每一个人都有人照顾的一个社会 今天我们会全心全意的为复联会 争取存活的机会 最后他会得到一个让台湾的百姓 尤其是年轻人、妇女 在他们所需要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的平台 可以帮助他们的真正的复联总会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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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见 你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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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